他就是受困泰鲁閣山區的四川遊客 被發現時還背著相機 但鞋都走壞了 襪子也破了 穿著搜救人員給他的雨鞋慢慢走下山 25號下午66歲的王女士跟團 到花蓮的沙卡黨不到觀光 左大半想找漂亮的風景照相 於是拖隊往另一個方向走 想不到卻就此失蹤 搜救人員連夜上山搜尋 還擔心他為了照相墜骨發生意外 你會害怕嗎 不害怕 不是這時候我就往那邊跑 我就想多照一點 那個台灣的好的風景 當時王心富人從沙卡黨步道 一路走到三間屋 接著穿越難度較高的步道路線 到達大同部落 晚上一個人睡在大石頭上過夜 隔天一大早往下切到大理部落 才遇到人求救 前後21個小時總共走了12公里 中午到1點鐘左右 然後在大理一個修理氣象站的 秋興的那個氣象局人員 然後發現了一個 所以地形也非常險峻 那相關情形必須把下來做 混比路過才了解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沙卡黨步道又叫做神秘谷 在當地有著許多神秘的山林傳說 經常傳出遊客誤闖難度 頗高的舊部落路線 還好這名富人數位老師 平常有走路的習慣 體力不錯 撐過了迷路的21個小時 終於平安 獲救下山 記者六位臨 邱小倩 華聯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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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